传媒内参导度,不管是资本退潮,还是对古装剧的限额,以或是崔永元事件的发酵,这些原因都是可能造成横电剧组减少的外因。 但从横电内部来看,业问题重重,来源,娱乐产业,ID,Y-O-L-E-C-H-A-N-Y-E,文卫界没以获收权,崔永元爆料一事的常委影响,已经蔓延到临时拍摄基地横电。 近日,一条朋友圈爆料中指出,崔大嘴真是祸害啊,很多大戏都停了,为此,作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,朋友圈截图 朋友圈分享的7月18日,剧组动态图,从这张朋友圈截图内容来看,爆料者称目前横电仅有十来个剧组在拍戏, 这些剧组也都是以小网剧和网络电影之多,大项目则少之又少,而去年同期,横电却有50多个大故装剧组,同时进行着,可谓群星璀璨, 作者也从微信公号横电影视程娱乐中进行查询,对比今年和去年同期的剧组信息,今年7月17日到7月24日周期内,剧组数量了28个,去年, 也有70%的古装戏是在这里拍的,如此一来,经常看古装剧的观众,也会很熟悉这里面的场景,更别提长期驻驾在横电的导演,摄影了,横电没有新的景别,景视中就这些,没有再去更新,任何摄影是过去,不需要创作就知道机位在哪里, 任何一个导演,制片,美工,如果想要有艺术上的创作,肯定就会是新的景,比如象山,长洲,绝对不会去老的影视城, 武行导演说道,目前,横电,象山,湖州三大影视城形成三角,随着后期之秀的日渐成熟, 无疑也会分割,原本独属于横电的市场,象山,横电都是浙江,离得也不远,资源也会共享,像杭州的资源,最多的是一屋的制景材料资源,象山影视城图, 武行导演也指出服务态度模式,也是新影视城的优势,象山现在的服务态度模式,就是横电的十年前,把剧组担言, 把剧组拱着,而且去象山,一个普通的四人宾馆,八十,一百就可以定一个很好的标间,在横电,一百五十,一六零,都是很楼的,在剧组服务这块,横电现在口碑很差了,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象山,不愿意去横电了,除了浙江地区的,尖三角竞争,还有来自外部的腰力, 例如,长州太湖影视基地,对于这座新兴的影视城,武行导演也表现出很大兴趣,长州的太湖影视基地,新建了民国景,非常精致,而且,景区里还有现代系的景,像科幻的操作是什么的都有,现在就有十几个剧组在哪儿,很是火热, 我自己一个长年御用的枪械师,已经在那边待了两年半了都没离开,太湖影视基地图,面对外部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,横飘多年的武行导演,也有了离开之意,如果横电再这样萧桥,我下一步可能就会把自己的特技基地,迁到象山或者长州去,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流失了十来个兄弟了,我要保证手底下的兄弟们有饭吃,对于周燕影视城崛起的宫典,器材厂老板表示,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,但是公司这边还没有明显体现出来,这两年,也就是横电美景的时候,剧组会去象山, 今年在横电筹备完去象山拍的只有一个,从配套设施,管理上来说,象山跟横电没有可比性的,象住房,象山都不会给你统一安排,爆料者也表示,象山,长州的影视城,短时间内,是不会对横电造成冲击的,横电影视城发展二十多年了,它有自己的一套脾气在里面, 别的影视城,可能硬件上稍微好一点,但是软件上,包括影视服务,配套服务这款,是永远搭不到横电的,虽然各局一词,但不可可遵的是,横电正处于低谷状态,而形成这一低谷的原因,也来自方方面面,当然,也可以看到横电正在采取应对措施, 但是,以缓解如今的低谷状态,作者也从器材厂老板那里了解到,横电目前正在建设四十三个高科技摄影棚,现在刚开始动工,横电现在只是短暂的,它已经在发展下一波了, 比如摄影棚,因为它要在世界接轨的,像好莱坞大片都是在摄影棚里拍的,这也是我个人认为的,至于领导怎么想我也不知道,器材厂老板叫着说,横电正在发生变化,这是无可否认的, 也正如文中受访者所说,横电的变化,其实也是中国影视行业的一面侧影,但总体而言,整个行业正在进入良性发展,在新一轮潮流之中,也希望横电这座老城有新的生机, 7月18日到7月25日周期内,剧组数量为36个,相比来说确实有数量减少,对此,作者联系到了这位爆量者,并采访了几位常年在横电营生的剧组人员,聊了聊当下横电的发展现状,以及可能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,过去抢着拍,现在你可以顺着拍,现在横电的剧组不到十个,八九个吧, 往年会有四五十个,最多的一次记录是将近六十个,像去年这个时候,有杨逆的扶桥,女正的凤球黄招歌的,现在就空空荡荡的,每个景就一两个小剧组,演员听都没听过,电话中,爆量者直言现在横电影时程的惨淡现状,另一边,一位接受采访的器材数量厂老板表示不止八九个,有二三十个吧, 还有正在筹备的,因为我自己差不多就有五六个,来我这儿租器材的呢,这段时间,剧组我感觉疯多了,因为我的东西不够用了吗,笑, 同时,一个武行导演也给出这样的回答,正常情况下,现在应该是有三十到四十个剧组在拍,我们武行兄弟大约能接到其中十到二十个的散活,散活就是,不跟组的,今天需要你,为了武行演员,你今天就去的,今年就很少,几乎没有, 我那些副手,现在都自己进组,单独节系做武术指导,动作导演了,不做散活了,一往昔,武行导演对于以往常戏拍的日子记忆流行, 一同一个牌楼为例,牌楼上面在打鬼子,牌楼右面是英法联军的攻打,牌楼左面又是另外一场重播戏,摄影师笑颜这种画面都不需要自己来拍, 找个小徒弟来拍就行了,因为摄影机放在牌楼,正对面都不敢挪动镜头,稍微移动就会穿吧,之前的时候,剧组特别多,剧组跟剧组之间,也挨得特别紧密,竟要抢,要站,然后时间也要抢,因为剧组都有排期,一个组给你一天,所以戏份多的就得抓紧拍,拍不完就只能等下个月来拍了,武行导演这么说, 那现在呢?现在,你可以在那儿去着拍,说完这句话,表演哈哈笑了起来,虽然在目前恒电剧组数量上,三位受访者的表述略有差异,但可以确定的是,相比以往,恒电现在的业务量确实是下滑了, 对于这种现象开始的时间,大家均表示差不多是三、四月份的时候,春节的时候还有,很多在这儿筹备的,但是筹备着筹备着就没影了,不拍了,老板撤资了,或者延期,推迟到下半年,但也没有具体时间,现在也还没开。 爆料者说,同时,在采访过程中,大家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现象,减少的都是大项目,像网大网剧这些小项目,反而跟以往一样, 器材厂老板甚至表示,今年上半年接的戏都是网大网剧,没有一个电视剧,对此,爆料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, 小项目,一是比较安全,第二个,总局不是要求我们多做小政大吗?正能量,大格局。 而当我们问到,这些消失的项目,大约能占多少比例时,爆料者则表示不清楚,但武行导演表示,横店的市场份额,可能会流失70%。 其实,因为正常来说,横店一年会有100到120个剧组,但今年,半年过去了,连30个都不到,如果下半年有开机的项目,现在就应该再筹备了。 但现在都没有生意,这样一年加起来不会超过40个剧组,跟网年比,就流失了三分之一。 去年,大大小小,我们一共接了70多部戏,也有不在横店拍的。 旺西,上海都有,但今年上半年,大小连广告都攒上,一共才接了十来个,器材厂老板, 说道,可以看到,横店剧组生意的不景气,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开不了机的项目和老板,整个横店那些靠剧组吃饭的人都受到了牵连,遭遇了寒冬。 本来我群演天天有活干,一个月能挣一两万,以前的女孩子都不够用的,因为她们要演鸭款,一天可能要跑好几个组,现在没戏拍,有的就回家了。 这就造成很多群演,包括武行、道具、服装的生意很受影响,包括参演的生意也不好了,因为她们都是做制组生意的。 爆料者如是说,横店,是整个影视圈遭遇寒冬的一面镜子,从1996年成立到现在,22年过去了。 横店走过的22年,其实也是中国影视产量最大的20年,同时,作为中国南至亚洲最大的影视城,横店的新衰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也映照了我国整个影视圈的波兰喜福。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,三位受访人都多次提到,去年和前年的生意特别好,去年和前年,其实整个国家经济是不大好的,老板有钱没低头,就都来发展文化产业了。 不光横店,包括四川,成都都在发展,前年我自己也做了四到五部戏,那时候器材租赁是副业,现在是主业了。 器材厂老板在电话里笑着说,器材厂老板口中提到的,有钱老板都来投资文化产业,对应的是前两年,资本热钱涌入影视圈的现象,也正是有了资本热钱的不断加持。 不管是剧组、横店,还是横店体系内的整条产业链,都生意火爆。 两年之后的今天,资本市场对影视行业的热盘开始下降,整个影视圈回归理性。 没有了大量热钱,影视市场也迎来了传说中的资本寒冬。 两三年前,资本开始进入影视市场,两三年后,资金没有回流,也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。 所以他们不敢再尝试了,一般的资本来投资影视公司,都赢一个两三年的时间。 这两年亏了很多钱,自然态度就冷了。 爆料者如是说,充裕的资金是影视项目开盘所必要的条件。 如今没有了热钱,资金也成了阻碍影视公司做项目的最大难题。 除此之外,大环境也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,听到的高频词汇。 恒电剧组减少,主要还是大环境的影响。 现在限制古装剧,鼓励现实主义题材,现实主义,题材不需要的恒电来拍。 在北京,上海,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拍。 我们投电视剧的目的就是卖钱,买家不收的话,就不敢拍了。 爆料者无奈的说道,器材厂老板也提到,现在恒电的小剧组,也都是以抗日系,民国系为主,恒电都是古装景。 但现在拍年代系的少了,拍现在,七八十年代的多了,福建今年系很多,还有厦门,广东,深圳,都是现代系和七八十年代的系,恒电内景还行,在外景就不如这些一二线城市好了。 另外,在三位受访者眼里,崔永元事件,也对恒电目前的现状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,现在是风口浪尖。 对于影视公司师的问题,演员片酬的问题,合同的问题,大家都很谨慎。 现在,如果有哪个公司出来,说,我要拍一个五亿十亿的电视剧,那它不是傻吗? 爆料者笑着说,古装剧都是大制作,大明星,现在投资五个亿的古装剧还算上的了,演员片酬也都很高。 总局说,演员片酬不能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,主演不能占片酬的百分之七十。 如果我们拍一个两亿的电视剧,演员费只能拿八千万,这八千万紧谁呢? 爆料者补充道,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? 恒电,其实是整个影视圈遭遇寒冬的一个缩影。 应该这样讲,恒电是整个影视圈,遭遇寒冬的一面镜子,因为戏都是来恒电拍的。 他们不来了,也就能看到这个行业不景气了。 大环境出现了问题,其中这一受访者表示道,以前剧组剧是爷,现在剧组剧是孙子,VF,不存在的。 不管是资本退潮,还是对古装剧的限额,以或是崔永元事件的发酵,这些原因都是可能造成恒电剧组减少的慢音。 但从恒电内部来看,也问题重重,在武行导演的眼中,恒电自身管理不算问题,也是造成其惨弹现状的重要原因,就我自己的感受。 现在恒电集团,对剧组特别不重视,以前他们是把剧组当成爷一样的,以前剧组去是爷,现在去是孙子,特别是小剧组,去了毫无地位。 剧组多的时候,管理也很乱,而以上这种改变,是从2015、2016年左右开始的。 那个时候,正好是徐老爷子去文荣退休,把集团交给小徐总去永安的时候,以前集团干实事的那些云老,也都跟着流失了。 小徐总培养起来的这一批人,管理的乱七八糟,你,分不清他的侧重点在哪儿。 但对于古堂导演直指小徐总管理不善的说法,爆料者和气息厂老板,都毫不迟疑地表示,这一现象不存在,老徐总已经退休十几年了,接近二十年了。 恒电的管理制度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,恒电出产了多少大戏啊? 他管理是没问题的,只有影案制度来,每个组都是顺利利的进行着。 气息厂老板解释道,武行导演也透露说,现在恒电旅游的收益,已经远远超过了影视收入,大约达到了影视的十级倍之多。 恒电的旅游,连票四百多一张,一天能卖出上万张,旅游已经成了恒电现在的主要收益,所以他经营中心就转迷了。 不把重心放在剧组这一块了,剧组给我摆的广告和宣传已经足够多了,我干嘛还要管理剧组呢? 对此,爆料者则表示,不存在的,恒电是靠影视起家的,游客来玩,不就是为了来看剧组和明星的吗? 恒电是一个大集团,影视旅游,影视带动文化旅游,如果不重视影视,重视旅游,这是本末导致啊。 前面也提到,恒电影视城都是古装景,恒电已经落成了二十二年,这二十多年,即使不是每一部戏都在恒电拍。